我是洛杉矶地理的李明 今天呢我来到新港 给大家看一个600多万的房子 刚上市啊 因为最近我有客人找这600多万的房子 这个800万之间 现在他要求必须五房以上 5000只以上 必须在这种高端的社区 要么是尔湾 要么是新港 尔湾的话 现在5000只以上的房子 也就黑林开亚 薛林开亚 花老山的威斯塔 有 薛泰尔的部分房源有 其他的没有 房源也不多 就这个价位的 这个房子是这个价位里边 新港里边性价比最高的一套 这个是封闭警卫社区 带警卫的 我的客户第一个要求就是说 必须是带警卫的 必须带是非常安全的社区 好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社区的房子都是500万 基本上500万以上吧 这个社区现在目前就两套房在卖 一套是599 一套是629 我们今天看这一套 这高端社区一进来就是不一样 好多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社区了 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这套房子 是一个边户 拔脚的位置 有海景 这是他的责任右舍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社区呢 目前只有两套房子在卖 旁边这套也在卖 这套是小一些 它卖599万 然后那套呢 是10号 它卖629万 这套是目前新港里边性价比景观 占地 最漂亮的一套 就这个价位里面600多万 600多万 你在水晶湾里边 你现在只能买3000尺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5000尺的房子 它的三车库 它的转位很长 你可以停四辆车 都没问题 好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房子呢 这个房子呢 是5房5.5玉 它加一个书房 室内是5029尺 占地是12000尺 这套前院 一进来 你看 这是它的 因为它是编户嘛 这个院子还非常大 你看 这是它的前院 这个城堡式的外观 这个门 这是一个一路的书房 房子一进来 这是一个入户的 一个玄关类似于 右手边呢 是一个一楼的书房 它的装修 这个也都不错 也都非常好 这边呢 是它的门 可以出去 可以到院子里去 往里边走 这是上二楼的旋转楼梯 这里是一个客厅 这边呢 是它的一楼的一个客位 这装修的很漂亮 往里边走 这是它的正餐厅 你看它这个房的窗户非常多 你看 非常敞亮 这边是一个小的餐厅 这边全是窗户 而且它这个后面 是带用石的 这是它的正客厅 正客厅这边是一个厨房 厨房中央岛 它厨房岛台非常的长 你看 这是一个储藏室 这个房子 它说已经收到比较好的offer 这个就做一次open house 这是它的后院 在这里可以看到view 一个海景 这里是它的侧院 侧院带泳池 因为它这边是个边虎 所以说它这边没有邻居 是270书的景观 它这个一楼 这个大的推拉门特别的漂亮 因为它这个推拉门 你看是折叠起来的 折叠起来 你坐在这里 对着这个外面的景色 非常的漂亮 好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一楼的这里有个房间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是一楼的房间 这是它的车库 这是一个两个车位车库 这是洗衣房 洗衣机烘担机的位置 这是一楼的卧室 是一个独立的套房 而这个卧室也带一个单子的门 你可以出去 这是一楼的洗手间 好 我们去二楼看一看 二楼上来 这边是它的客厅 二楼是四个房间 二楼的客厅 这里面有一个次卧 这是它次卧的洗手间 这边是另外两个次卧 这是第一个次卧 这是第二个次卧 这是这个次卧的洗手间 这是这个次卧带阳台 这里面那是它的主卧室了 我们去看一看 这也是这个房子最有亮点的地方 因为它的景观非常的漂亮 因为买这种六百万以上的这种豪宅 景观是最重要的 景观是影响它的房价的最重要的因素 你看 在这里可以看到大海 这是它的主卧室的客厅 这是主卧室 主卧室的阳台 你看 在这面朝大海春冬花开 很多人说你这不是海景 但是在新港的话 这里已经不错了 在这个价位里面 这个价格是非常好的 性价比非常高的 你看一下 这海景 视野非常开阔 波光淋漓 因为这个摄像机啊 它聚焦能力有限 看到了吗 这就是顶级富人区 六百多万的房子 好 我们去里面看看 里边的话就是乏闪可陈了 就没有太多讲 因为六百多万的房子 这就算是正常的一个标准 最主要是它这个景观 因为买这种豪宅的话 这种客人 它是最在乎的私密性 后面没有邻居 看得远 视野开阔 这里的装修可能比较老一点 但是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的装修 你可以升级 你可以改 但是你的景观 你的地块 你是无法复制的 包括这里面的装修 这都是很简单的 好的 这个房子我们看完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目前啊 在新港六到八百万之间 这个房子呢 是最有性价比的一套 因为它的 无论它的占地 它的户型 最主要它的景观 都是无可比拟的 性价比在六到八百万之间 这个是最好的 好的 我是罗伞基点击李明 如果您对我发的视频 任何的房源感兴趣 可以私信我 感谢您的关注 关注我 让您看美国